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myradio.hk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捕魚 身啟力行 隔空發功 玉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好,回到第二集 有些台務,先先宣布了 其實我的辦事處 旭板有個2016年青年政治體驗計劃 這個四年前也有的 其實很多政黨都在搞這些 因為臨近選舉 希望可以招募多些年輕人來參與 這個我們不是免費勞工 每個月我們都有居馬費津貼 五千元 希望放暑假 有些剛剛考完DSE的朋友 這年青朋友可以來參與 或者讀大專院校的同學 對選舉政治有興趣 你可以來參加我們這個政治體驗計劃 這個不是義工 這個是你來學習 我們現在都在招募 其實也有很多人報名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 還可以把時間延長一點 大家現在仍然可以繼續報名 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參加這個 立法會選舉工程體驗 和認識香港政治 其實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譬如我們搞Campaign 我覺得我們是很專業的 我夠膽在這裏講 比起其他大型政黨 我們都不輸蝕 除了那些所謂建制派政黨 他有裝腳 他的選舉工程都是很細緻的 因為他可以計算到每一個區 有多少票 但是我們這類單頭的議員 是很難的 但是我們的選舉文宣 或者我們整個競選工程 我們都有一套東西在這裏 是值得可以給大家參考的 但是我不做議員 我出來講這些東西要收錢的 OK 講選舉政治 或者選舉工程 或者英文叫Campaign Management 我要收錢的 是嗎 即是如果我把招牌出來 我要收錢 教人怎樣去搞這個Campaign 大堆人給我錢 我告訴你 當我不做議員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在這裏呼籲 譬如應屆那些DSE的學生 考完DSE的學生 還有各大專院校的 特有的讀政政系 或者社會科學的同學 你都可以來參與 每個月 其實是做兩個月左右 每個月大約有五千元 居馬費 這個叫津貼 這個叫做 那這個就 我就不是找你來做 我們義工幫我們去派傳單 或者做這些 真是希望可以學到東西 是這樣的 另外就是我們會招募一些義工 那些就真是義工 義工就是我們現在的街坊 很多都幫忙 另外我們因為要每天開很多街集 我就起步比較慢些 比其他四區 因為我就是官司前身 就是為了那單襲擊梁振英的官司 搞了我成兩個月 已經上法庭一個月 那又要準備 那現在暫時呢 但是一個階段呢 就停了下來 就要到六月十六號 才有一天呢 就是做 submission 關於那個案中案的 那之後呢 到辯方的案情那部份呢 就可能要去到七月中 甚至乎立法會休會之後呢 才可以開庭的 那所以我變了在這個半月時間呢 我就會比較鬆動些 那我就可以下區的 那我都會去其他的 就是其他區去幫幫忙的 那明晚呢 我就會去這個梢基灣 社區會堂呢 就去出席一個 土地政策與東區變遷的論壇 那就是由這個與公民的成員 鄭錦滿 和鍾苑援子主持的 那除了我之外呢 就還有陳道 另外中大歷史系的 碩士研究生陳子安 那我們都是去討論一下 就是關於東區那個發展的問題的 主要都是講梢基灣 那這個就是應這個 鄭錦滿、鍾苑援的邀請 那我就臨急臨忙的 那明天呢 晚上七點至九點呢 我就會在這個 這個梢基灣愛秩序灣社區會堂 就是在愛東村愛寶樓的地下 那我會參加一個這樣的論壇的 那另外我自己的街站呢 我們現在陸續都在開著的 那跟著有些相關的文宣呢 也都在那裏編輯之中 那所以我們都需要大量的義工的 那大家就可以向愛藝辦事處報名 那電話呢 2309、2809 包括2016年青年政治體驗計劃 那個報名又是打去2309、2809 那你想幫忙的 那這些義工有空的 那你又可以打2309、2809就報名 接著我們要安排呢 或者跟你談一下 究竟你可以抽到些甚麼時間出來 幫忙做些甚麼事 那麽毓米的支持者呢 就希望你們可以報名 因為今次這個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運動呢 是一個就是我自己 從政以來最大的一個 一個政治工程來的 我不是完全當它是一個選舉 是當它是一個運動來的 那麽而且我的參與呢 就是五區裏面的其中一人 那麽就整個運動 或者將來到選舉 那麽整個選舉工程呢 那個組織啊 文宣啊那些呢 都是由黃陽達負責的 那麽所以成敗呢 跟它都有關的 那麽但是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幫手 那麽我在九西這個部份呢 就是我們都不會調以輕心的 那麽我亦都會跟我的同事呢 開會談了之後呢 大概在月中呢 我們就開始有一連串的那些活動 那麽就會進行的了 就是在未來這一個多月呢 那麽我都會經常在九西各區出現 那麽我會多些去香港島 就幫一下四眼 OK 因爲它在港島呢 就是那個知名度始終都是不夠的 那麽我們希望呢 可以跟它搞多些議題 那麽跟它開一下街站 那麽等多些人呢 就是因爲認識我 那麽我香港島呢 其實都有很多擁等的 可以告訴大家 那麽過去那些人 經常有一個錯誤的看法就是 激進派在港島沒有市場 黃毓民在香港島選都輸 那麽我就試給你看 那麽上次劉嘉雲的選舉呢 因爲有個大炮在那裏 蕭若元那麽我都很篤定 所以我都很少去港島的 那麽甚至乎有人後來告訴我 他們都不想來港島 因爲你是票房毒藥 如果去港島 那麽我是不是票房毒藥呢 那麽大家很快就會知道 因爲我會不斷去香港島的 所以你戴耀廷那個雷動計劃 你就算找民主派灌票 灌到鄭錦滿 是最少人支持都好 那個都是留的 我告訴你 就是做這些自我感覺良好 自我感覺良好 自得其樂的事 然後就說這個是雷動計劃 他六四都在街站叫咪 你一個唐堂一個大學教授淪落到 你想好做政棍 然後企圖影響選舉 你真是可以優異 大耀廷我告訴你 你這個教授都可以回家睡覺 你教書就教書 你真是以為你是佔中英雄 那佔領運動是失敗的 那時還教人打不還手 麻不還口 這些舊事都沒有人說 希望大家向前看 所以我們希望多些人 能夠參加我們這個2016年青年 政治體驗計劃 另外就是九西義工的招募 希望多些人來參加 因為我們五區呢 我們需要很多人手 所以我有一些九西的 原本我的支持者 現在這段時間都在其他各區遊走 周圍去幫忙 其實整個運動 大大話話都需要幾千人 所以這個真是不容易 希望大家幫幫忙 接下來的六月十日 即是端午節翌日 即是星期五 我們有個大香港早茶 三百元一位 未買票的那些 就盡量向《二喜時報》買票 或者來我們這裏 我也有少量的茶圈 那些叫做三個水 其實那個也籌不到什麼錢 你三百元的成本 我當你一塊 一個頭 那你只是收兩塊而已 我們這種籌款 我覺得很有意義 聚一下那些人 大家 所謂見面三分程 不只是講錢 六四我們已經很多年 就沒有去拘捕籌款 現在大家又公佈了 多了幾多萬 然後香港眾志 黃之鋒那牌頭厲害 有四十幾萬 社民連有二十幾萬 沒計過一百萬 其他公民黨又籌到多少錢 那你還不說籌款 還不是籌款 你支聯會籌到那些錢 那你說支援大陸民主運動 那都說得通 其他政黨籌的錢 我們做什麼 你又支援大陸民主運動 對嗎 即是等於我們那時候 我社民連時代 又是人力時代 去籌這些錢 那都是給自己用的 對嗎 是吧 所以就試過發生爭議 不讓你在場內 只是在場內籌款 是吧 那都是掠錢 那我們掠錢 我賣東西 我賣T恤 我們沒有好處 那我們真的靠很多朋友 給很少錢 要變成很多錢 我們都從來沒有為經費擔心 我是為人手不足而擔心 是不是 經費我也不擔心 我們搞一場晚宴 都已經是七八十萬 行坦地了 大哥 是不是 再不是我們就是月底搞多一場 那些肯支持 我們一樣會買票 二千五元買張票來吃飯 是不是 我們是用這種方式的 對不對 所以希望大家 最緊要就是幫忙 去參與這個計劃 參與這個運動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 兩種的 一種就是你是學生 你要參加 這個青年政治體驗計劃 在七月至九月份 這兩個月期間 就參加這個選舉工程的工作 每個月有五千元的津貼 工作的時間是五至六天 可能包括禮拜六禮拜都未定 有時要 大家可以 可以移動 另外就是九西的義工 即是我的辦事處 要招募義工 都是打過電話 二三零九 二八零九 這就是關於一些事務性的事情 剛才我提到 就是說 那個 論壇 在這個 明晚 其實今天我才知道 是 那麼 六月七日 禮拜二 晚上七點至九點 我們都借這個機會 下去下面 見一下街坊 好嗎 好了 我們說回 剛才我們說的話題 在這個六月四日 早上八點四十二分 這個中華民國 總統蔡英文 就在面書裏面 就發了一篇 就是說 你說聲明也好 什麼都好 就是關於六四的 就是 一個 他一個看法 或者說法 過去 馬英九都有的 那我們看一下他這篇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台灣和中國 就必然是 就是一邊一角 分得很清楚 當然 當然在民主的這個普世價值裏面 他都會期望 中國有機會實行這個改革 然後有民主 但是你中國自己的事 跟我無關 台灣是不想干預你的 但是在國民黨人過去 包括好像我那樣 我們在八九六四之後 我們曾經對中華民國政府 對六四慘案發生之後 那種冷淡 我們是不以為然的 所以我在一九八九年七月份的 《明報》月刊裡面有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標題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叫做什麼呢 《北京再流血》 《香港再沸騰》 《台灣在哪裏》 本書也有收錄的 本書也有收錄的 這個就是充分反映了當時我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中華民國政府 是必須要為中國大陸發生一件這樣的事情 他們要盡一些歷史的責任 他們要多些關注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 甚至乎是要去參與的 因為你是中華民國政府 那時候還是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但是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 在八九年 就是剛剛他接蔣經國的遺決 蔣經國在1988年的一月份逝世 接下來還有他的任期未完 當時的中華民國副總統是李登輝 他就按照憲法就要變成總統 然後這個總統任期完結之後 1990年他去參加一次 正正式式是他自己去參選總統的 不過那次也不是普選的總統 那次是由國民大會代表間接選舉 即是那個總統 那個總統是沒有對手的 那個是等於 然後到民選總統第一屆 九六年應該是 第一屆的民選總統 那時候中華民國總統任期六年 後來就改成四年了 他是第一任的民選總統 那在八九年的時候他仍然是繼承著 這個蔣經國的遺決 根據憲法由副總統變成總統 那這個其實在外國都很普通的 譬如美國我試過舉個一個例子 福特我叫他做雞烏鋼上鋼 他是未經選舉產生的美國總統 因為尼克遜做總統的時候 是喊隔樓做副總統 尼克遜因為水門事件下台 就喊隔樓做總統 不是 喊隔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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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隔樓 然後下來 變成福特做副總統 然後 好了 變成福特就接了這個遺決 由頭到尾沒有選過 沒有選過 沒有選過 這個就是我上次叫我雞烏鋼上鋼 這個就是由頭到尾沒有選過 沒有經選舉產生的總統叫福特 福特之後就輪到另一個特 叫加特 加特很長命 現在都還在這裏 老牙沒有回來 老牙沒有回來 現在還在這裏 應該九十多了 好了 那時候我們對台灣好像置身事外 其實我們也看到這些苗頭 因為李登輝 老實說後來是真相大白 即是台獨 這是真相大白後來的事 其實那時候我也看到 所以九零年他就任總統之後 我寫了一篇文 在快捕 不知道是否找得到 九零年的五月二十號 五二零 是他就任中華民國總統 是他自己選到的 即是國民大會選的間接選舉 我寫的那篇文章 第一句就是 從今天開始 中華民國已經名存實亡 這是我二十六年前 即是李登輝就任總統 那一天五二零 我寫的文章 那篇文章的第一句 當時我人在台灣 是現場報道五二零 我從今天開始 中華民國已經名存實亡 那小弟也是一九九零年 退出國民黨的 OK 這些歷史事實 再跟大家說一次 這些全部有八字黑字 有記錄的 所以那些人說我 那時候是馬琴森 你還要說什麼 我們自己都很清楚 整個 等於李怡 一樣 一個人的一生 是他自己 一生的總和 就是這樣 你自己為自己 過去的思想發展 或者你去延行負責任 今時今日我們看這個 中國的問題 看香港的問題 跟我們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看法 不一樣 那有什麼奇怪 但是我們那個堅持 就是自由民主人權 這個原則 是一以貫之 我們反共也是一以貫之 是嗎 由當初因為國民黨 就是和國民黨在一起 而反共 到為香港人而反共 是一以貫之 是沒有改變的 你說我什麼都沒有用 是嗎 我自己活了幾十年人 今年六十五歲 我很清楚 我過去的幾十年 整個經過思想發展 寫過這麼多文章 反映到當時的思想 這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 但是 基本 對這個專制獨裁的心戶痛絕 對中國共產黨的心戶痛絕 沒有改變 由頭到尾都是反共 你國民黨不反共 我也反共 所以你看到 一路一路會有改變 好了 到了馬英九時代 他也曾經說過 未做中華民國總統之前 他做中國國民黨主席 他說六四不平反 統一不能談 最早05年 他說六四不平反 不是說平反 不平反 一兩年後 才轉換通話 我有一次 應該是06年 應該是06年 我跟吳鎧如 那時代表 A45 有張報紙 吳鎧如找我 他說 英文可不可以訪問馬英九 登在A45 那裏 他說可以 那我負責跟他聯繫 當時馬英九 就剛選了中國國民黨主席 他仍然是台北市市長 第二任台北市市長 好像最後一年 我在台北市政府 和Margaret 一起去見他 然後我負責訪問他 後來寫了一篇很長的訪問稿 當時我也有問過 我主席你說過六四不平反 統一不能談 那今時今日 你是不是仍然有這個看法呢 他就真的顧左右而言談 他說 這個228事件 1947年 都幾十年後 才去追究責任 去這個 其實都沒有追究責任 追究的人都死了 全部都已經 陳怡彭盲緝 就算是 你當是 還有一個蔣介石 其實228事件不關蔣介石事的 全部都死了 蔣經國都死了 但是 這個國民黨政權的繼承者 就是要為這件事道歉 以及要立法國家賠償 就做完了 有228的紀念公園 在台北市新公園 大家也有看過 有一個紀念碑 每一年228 中華民國總統都要在那裏 鞠躬 如果你是國民黨 就鞠躬 借罪 到蔡英文 不一樣要去 明年的228 他也要葡萄 這是歷史的傷痕 但是 你的政權 同時是繼承了 上一代政權的罪惡 對嗎 等於共產黨 你說六四那些人 六四慘案發生的時候 那些人死了的話 就有機會平反了 未必 他繼承了政權的罪惡 他也要負責 你對死者 或者受難者家屬的難熟 你是像現在這樣 軟禁他 監視他 還是要賠償他 道歉等等 以及追究責任 當時李鵬是甚麼角色 鄧小平是甚麼角色 陳希同是甚麼角色 就算死了 你也要追究 都要在歷史的真相還原 但是一路數下來 到現在 中華民國已經轉朝了 究竟蔡英文怎麼看這個 所謂六四事件呢 她那篇文章是這麼說的 她說 是六月四日二十七年前 北京發生過天安門事件 有許多人因此失去了家人 有許多人因此而對改革失望 也有許多人被迫離開了故鄉 在海外流亡 這些台灣都曾經經歷過 這就是為甚麼 二十七年前 每一個在電視機前面 看到哪些畫面 台灣人心裡都能感同身受 因為我們有走過這一條路 我們給誰都能清楚體會 天安門廣場學生 對民主與自由的渴望 那這些有點抽水 你那些野白俠運動 在這個自由廣場 中正紀念堂那裡 國民黨不會找軍隊開槍殺你 覆你的街 這個根本就不可相提並論 但不要緊 她說身為總統 我不是要對岸政治制度指指點點 而是願意真心誠意 跟對岸分享台灣民主化的經驗 今天在中國大陸經濟成長 有目成績有目共睹 在對岸執政黨努力之下 中國人民確實擁有 比以前更好的物質生活 這一點沒有人可以否認 不過也沒有人可以否認 中國大陸內部政治和社會 面臨轉型壓力 其實這些就很客氣 很委員 你不敢說她仍然實行一黨專制 極權統治 你也是怕得罪她 反而你在香港可以說這些 但她也繞過圈說 現在你沒有以前那麼風光 是啊 她說你面臨轉型的壓力 內部政治和社會 是這樣的說法 你不敢譴責她仍然實行極權統治 一黨專政 所以我要和你推薦 這些說話你不敢說 你夠膽說這個殺人政權 我們不要和你什麼什麼 就要立即終止交流 那你就慘了 他比我們更慘 說就說 我告訴你 所以執政和在野的分別就是這樣 在野說什麼都可以 好 我們休息一會 謝謝 在未來的中國經濟大追退大蕭條的時候 中國政府對香港會有另外的看法 他會放香港的馬 不是因為他特別聯繫香港人 而是為了他自己的生存 故此你會看到香港 一旦我們知道了 要範圍我們的自治傳統 我們的憲政傳統 而循著這個方向走的時候 中共會放我們一馬 因為在中國經濟衰退的時候 他會重新建立一個經濟關係和國際關係 而當中他再次需要香港 故此 為何在這個這麼慘的時候 要走出來組織這個 就是我們一班人組織 葉普成的聯盟 而提倡全民制憲 重新立約的運動 一方面是強化香港的憲政體系 這是一個爭取我們自由民主 以及尊嚴的一個方法 而也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另外就是 中共對於這一種方法的反應 它只能夠放手 你會看到這個結果 你們會看到這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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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共對於我們這邊的參選 其實是很難決定的 最傳統的做法就是由我們參選 然後由得我們落敗 使得我們的政綱和主張 各種的憲政結立 基本法修復 一國兩制維護 這些東西 是給香港一般的選民 用投票的方式打敗 這個是中共最傳統的想法 如果還是在十年前的話 中共會採取這個方法 即是等它國力很強 所謂國力很強就是經濟數字 用各種方法做到國民生產總值 即是GDP很強 然後向外輸出投資 向外購買外國的東西 使得西方國家 特別是那些比較弱的小國 向中共清禍或者清神 在十年前的話 中共對這一種制憲運動 或者一國兩制維護和永續 逐條修改基本法 使得香港得到高度自治也好 真正的自治也好 人自壓也不重要 它會採取這個 用選舉的方法 使得我們落敗 至於不讓我們選舉 這個可能是下著的 因為未失敗過我就會當成功 所以其實我是 內心之中 是想它令我無法參選 那我就會說 你怕我 所以這個可能是梁振英的想法 梁振英未必是跟北京政權一致的 他有自己的想法 無論他自己的牌也好 或者他自己的想法也好 他自己跟這邊的官商 這邊的商人財法的勾結也好 他會有另外的做法 但是傳統中共的做法就是 用選舉 用它開動的選舉基地 來領本土派落敗 這個落敗是比較容易的 一方面就是中共操縱的選舉基地 此外就是泛民那邊 和泛民那邊的媒體和社會輿論 是對我們這一邊的抹黑和漠視 令到我們無法在主廊去看 或者是一般不看網絡的 不看網絡新聞 或者網絡論壇的人 但是不知道我們想做什麼